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袁國勇教授在今天下午的時份 在瑪麗醫院開了一個記者會 到底這個記者會有什麼重點呢? 我們一齊來看看 袁教授就說 如果不夠口罩的話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盡量留在家裡 或者安排在家工作 以及減少人與人的接觸 他說到現時的疫情非常危險 香港隨時會變成另一個疫區 未來這14天就是關鍵 一定要做足預防措施 包括吃飯前要用酒精搓手液 袁國勇教授作為林鄭所委任的專家顧問團 四位專家之一 到底他有沒有向林鄭進鑒 要求林鄭把春節假期延長14天呢? 既然他說到未來這14天這麼重要 你作為專家應該很肩負這個責任 向林鄭講清講錯 對不對? 沒理由現在就要求公務員可以在家工作 例如銀行、大機構跟隨 很多中小企員工或者從事服務業的市民 根本沒有辦法做到所謂home office 一定要上班工作 這些人起不時冒著一個非常重大的風險 袁國勇教授你作為林鄭所委任的專家之一 你可不可以向他進鑒? 一般市民的聲音 他就聽不入耳了 你作為他所委任的人 即是他所相信信任的人 你或者要跟他說清講錯 倘若你曾經進鑒過 那你就跟市民說 你就不要不進鑒 而且你袁國勇教授 即是你醫學方面的知識 當然沒有人可以質疑你 但其他判斷似乎都是 媽媽夫夫 很流 他在今天早上出席港台節目千禧年代的時候 就說 最理想的辦法 當然是阻止所有人流 尤其是在農曆新年之前 就應該要阻止那些大陸人來香港 不過就明白理想和現實是有距離 目前 香港暫時關閉部分的口岸 減少來往香港和大陸的海陸空交通服務 這是好的開始 你根據這個說法 你贊成是非常好 之不過 你在1月26日的時候又說了一件事 說你不反對封關 但就要解決一些技術的問題 否則效果就成疑 代價又不小 他還舉了一個非常有問題的例子 他就說 目前有很多大陸人會飛去外國 跟著再來香港購物 之後才回大陸 當中或者會有一些 未出現病徵 而可能正在傳播病毒的人 因此 目前封關的作用 就未必像想像中那麼大 喂 如果真的是封關的話 這班人根本上就不能夠入境 是不是 你舉這個例子有什麼作用 你管他有沒有病徵 全部不讓來就可以了 很簡單 你現在又說封關就是好的開始 你當日又有這個說法 好了 25日的時候 又有一個說法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目前這個人傳人的可能性已經有了 香港就很容易變成另一個武漢 或者2003年SARS期間的香港 未來這幾天將會是 阻止病毒經由受感染的大陸人入境 傳播到香港和澳門的最後機會 那就是封關是不是 你一時又說封關 一時又說封關 嘩 真是彈來彈去 很難觸摸 到底是開哪一飯才是真的呢 而1月21日他又說過這些說話 說他曾經去過武漢醫院 並且就到北京和領導人匯報自己所見 完全不覺得大陸有隱瞞疫情 而他自己也沒有被要求要說輕一點 也沒有什麼不說得 哇 真是一片光明 在大陸那裡真是 真是 做衛健委的高級專家 原教授 而且他1月1日又說過什麼呢 他又說 香港和大陸在傳染病通報 病毒測試 疫情控制措施等等 都有很大的中步 重演2003年沙士疫情的情況機會不大 但是市民仍要提高警惕 做好個人衛生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覺得自己當日的判斷有錯誤 二十多 之前1個月都不到 但無論如何都好 我都希望袁國勇教授 他就肩負擔當自己作為專家的責任 既然林鄭委任他為所謂專家顧問團的其中一位專家 希望他真是向林鄭進鑒 這個真是黃金機會 再不封關就真是麻煩了 好了 我們又說回今天下午時份 這個阿布泰國生活百貨 有一群大媽圍著商店 叫囂發爛窄 原來有些網民分析就是 這群人根本是藍絲 如果這個說法是屬實的話 所有事情就說得通了 因為照計如果是黃絲的話 他去光顧黃店就沒理由去罵店主 而且也不會這麼蠻不講理 一定會支持黃色經濟圈 怎麼會批評當主賣光的口罩呢 如果他是藍絲就真的說得通了 雖然到最後都沒辦法證實得到 該名人士是否藍絲 但作為黃店其實也有很多措施 那些離待區別的顧客 如果那些藍絲這麼有骨氣 也不應該光顧黃店 怎麼會有口罩去買呢 明明說好了不光顧黃店 那些黃店可以怎樣做呢 比如採取一些措施 喊一下口號 職員喊五大訴求 如果那個人是懂得答 決一不可的 那就賣給他 如果他回答給我一盒 那當然叫他扯吧 但有些人就說 那些藍絲很厚臉皮的 他為了買口罩 他照說的 不要緊 然後把整個販賣的過程直播 在Facebook那裡 到底那些人會不會真的假裝黃 被人見到光了 很醜 這個就是我提出而已 大家想想 既然是黃店 無謂 那些人也是 你買不到就買不到 還不需要這樣 還有不僅是阿布泰國生活百貨 還有一間原來叫做 程班長台灣美食 他那個老闆在台灣買了口罩回來 就是賣給香港人 叫做做好心 有些人 竟然間買不到 就罵這個店主是騙人的 當然 店主就是一吐氣 於是就在Facebook那裡 就說第二天也不再幫香港人 免得做這些好心等等 所以我覺得我剛才那個辦法 都挺可取的 而且都挺好用的 這樣就可以把這些無理取鬧的人 驅隔了他 這樣就不需要自己是一頭煙 最後想說一下 就關於有一名 勒敦治醫院的醫生 他就無懼炒友 發了一封信件 電子郵件來的 就給醫管局 說得立場是清清楚楚的了 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我一起看看他到底是怎樣說 他的標題就是 請不要將我們的性命 培鑿政府的無能和政治籌碼 他封信是這樣說 疫症當前 對於照顧香港市民 我們責無旁貸 但是政府分庸無能 任由關卡不設防 令到大量疫區的人口湧入 更公開對市民妄言 在公共地方無需戴口罩防備 在各方勸阻之下 先以延遲局部封閉關卡 政策形同虛設 林鄭更公開 無滅醫護人員的要求 是激烈的行為 並賦以冷笑 對前線醫護毫不尊重 極為傲慢無禮 各位尊貴的醫管局高層 請告訴政府 我們要求 第一 立即全面落實香港邊境防疫措施 立即全面關閉所有中國旅客入境的通道 第二 公開呼籲市民在公眾地方做好防禦措施 包括佩戴口罩 面對天災 我們尋著應對 面對人禍 我們不能作出無謂犧牲 任由政府請客 醫護埋單 更應該力塵其荒謬之舉 保護市民 守護香港 若政府未能作出適時回應 我們不排除參與由工會舉行的工業行動 以作警示 下款是這樣寫的 一群律敦治醫院前線醫護人員 翁梓睿睿醫生代書 這位醫生真厲害 寫出洋洋灑灑的文章 給醫管局高層 醫管局當然是搖底 今天下午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們的總行政經理莊惠文說到 留意到今天有個別醫院護士請病假 實情都不個別 包括有博愛醫院的26名手術室護士 以及東區醫院的23名護士集體請病假 而且人家的訴求說得很清楚 就是速請特區政府封關 這已經不是個別的了 他還說什麼呢 暫時未有詳細資料 會按既定機制來跟進病假的申請 臨床服務沒有受影響 醫管局也會了解員工請病假的原因 相信員工專業 原因很簡單 叫你封關 還了解什麼 報紙都賣出來 Facebook都有人登出 那封信 這些擺明是說謊 一邊拖字 他耍無賴 你作為醫管局 既然員工有這樣的訴求 你答應不到別人的 你也應該向政府轉達這個訴求 向政府施壓 實情再不封關 當越來越多的武肺人走到下來的時候 惹到到處都是 你的醫療系統也是會崩潰的 醫管局一樣都會崩潰的 你有這麼多資源嗎 你有這麼多醫護人員嗎 是不是 你也要處理這件事 你不能夠拖字決 還了解什麼 人人都知道原因是什麼 還在辦公室開記者會 還說要了解原因 你老美 樓下的看耕也知道 竹象棋的阿伯也知道 很離譜 他怎麼說 他就說 明白到 那些同事近來面對很大的壓力 會盡量回應訴求 重新保護裝備有三個月的存量 相信現時非常充足等等 現在不是跟你只是說口罩的問題 是說封關的問題 就是想迴避到什麼時候 每天都在避重就輕 其實每天開記者會都沒有用 你每天不回應那些醫護人員的訴求 他們真的會採取行動 如果真的採取行動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你到時才向政府轉達意見 為什麼你不在適當的時候 轉達由你醫管局的最高層 向林鄭進艦 向林鄭轉達這些聲音 每次都要等別人搞工業行動 你才會動 到其時大家都攬炒 越遲封關的危險性越大 你自己也是在香港生活的 你這班醫管局的高層 到時你打算怎樣 拍屁股走人嗎 即是怎樣 打算到時不做了 賠夠錢給醫管局就不做了 這樣嗎 你不會的 你如果繼續留在香港 你就很應該轉達這班人的意見 給政府聽 他不聽一回事 你不可以不做 你現在就是不作為 你配合林鄭在不作為 離譜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